一帶一路在網路上討論的焦點 結果我們看起來有53%的人 答案都是不知道什麼是一帶一路 那麼另外也有24%的人擔心 這是不是大陸要崛起了呢 還有人說其實中亞跟中央之間 也有很多矛盾嘛 另外有人說 這個一帶一路也不是什麼經濟思路嘛 這可能是大陸的資源搶奪戰 好 網友說大陸的目標是 中亞天然氣跟伊朗資源 真的有這麼的簡單嗎 待會主持人會有詳細的分析 我們先來看亞投行 在網路上的討論焦點又是什麼呢 有29%的人說 我國假如的名稱到底是什麼 才是最重要的 說用中國 台灣的話 那寧願不要加入亞投行 真正這個擔心亞投行 對區域發展的影響 只有大約一成左右而已 不過你來看日本 日本要在五年內 投入1000億的美元來對抗亞投行 好 網路上討論什麼呢 有人說日本就是要跟大陸對抗 還有人說日本大宗鏈 也在衝胖子 有人說這兩者 通通都不一樣 這些討論的發言 其實在社群媒體上面 有很多的討論 好 第一名就是在Facebook了 討論的則數有2500 算是非常的多 那麼第二名是PTT 第三名是以財經為主的聚恨網 還有以科技為主的Mobile One 好 這個台灣有很多開箱文 都是從這裡出來的 那麼第五名是雅虎新聞 好 從這邊可以看到 其實社群媒體很多都在討論 一帶一路或亞投行 勝過我們的大眾媒體 交給主持人 悠悠卡逛夜市 怎麼好像有聽過呢 原來就是連勝文在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就提出的政見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悠悠卡董事長代季權 是不是收割前人的成果呢 在網路上怎麼討論呢 有人說了 好 柯文則提出的政見 就是好政見 連勝文提出來就是不好的政見 是不是因人肺炎不可取啊 還有人說 國稅只要出動查稅了 好 不過當然每次講到連勝文 只要講到好說 真的是抄襲連勝文的政見的時候 就會有酸民出現 我們看到36%的人就說了 支持連勝文來選總統這話 說起來聽起來真的很酸呢 我們交給主持人